陆桥有杀菌等效益 17年前SARS席台期间 行情大涨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光复乡部落农民栽种的陆桥 现在正值产季 市场行情每台金100元 却是供不应求 部落族人笑着说 天龙国人抢着买卫生纸 花莲这里的人抢着买陆桥 令人哭笑不得 材钢从菜园采摘尚未清理 就被探犯业者半路拦截抢购 因为看中了陆桥的杀菌效益 民众希望也能借着食谱 提升身体免疫力 2003年SARS疫情风暴重创台湾 当时有杀菌效益的陆桥行情大涨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又出现了抢买人潮 乌洛族人笑着说 天龙国人抢买卫生纸 花莲这里则是人人抢买陆桥 没有 根本没有人抢卫生纸 哪有人在抢 陆桥有人抢 那你们抢得到吗 就抢不到啊 你看都没有批不到 我们都抢不到 现在正值陆桥产季 光不想陆桥的载重面积并未增减 然而每每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就算市场行情美金100元 却仍供不应求 陆桥也是算我们地方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产业 陆桥 在这个季节已经陆续开始可以采收 但是最近我们问到一些 那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的问题 陆桥他们就认为就是有一个杀菌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陆桥也销售的不错 部落族人说现在陆桥比卫生纸还难买到 令人苦笑不得 陆桥除了是当季食令辛香料食材 事实上光复香灾中面积不大 多数都是部落族人在自己的菜园里 随手种个两三行田企的规模 陆桥一直以来是很多人 特别是阿美族人邪爱的生菜美食 洗干净后沾盐把生吃就相当够味 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 近来行情看俏 现在进入盛产期要买动作可得要快 记得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